好 我們來看看台灣的集讀列車是不是要啟動了 綠白出席 台灣加入IPAC這樣的一個組織 但是藍營沒有參加 我們看到范雲講說 哇 這個大門已經為台灣打開 希望其他政黨一起來參與 來發表對於習近平政權的不同看法 范雲恐怕也只能講些這樣子的話 那他們就說這個加入IPAC 這是撐起了民主保護傘 那吳思雄講說 國民黨你怎麼要繼續缺席呢 這是我們越來越強大的team taiwan 那這樣的一個組織到底代表著什麼呢 我們看領導的回應 他說拒絕參加這樣子 立場不中立的這種大拜拜 是無助於解決兩岸問題的會議 那他其實這個IPAC叫做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由英國的保守黨前黨魁 這個伊恩鄧肯齒密是發起的 現在有39個國家以及歐盟的一個議會 超過250位跨黨派的國會議員所組成的一個國際組織 聽起來很龐大 但是換算起來可能每個國家就加入個幾個人而已 就是也沒有太多 因為他們就是好像反正這種抗中保台派 統統加入其中 那因為你看全世界233個國家 光歐洲議會的議員就有750名 可是那你才加起來39個國家才250名 所以其實換算起來好像代表性也不太夠 但是反正這就是台灣大內宣 你看到今天特定的一些報紙媒體 他們會這樣子哇大篇幅這樣整版 告訴你說我們加入了IPAC 那這是多麼厲害的一個組織 可是事實上這又是另外一個認知作戰而已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民眾黨秀出一個證據 因為說這一次還包含了陳昭姿也有參與 因為他們就說必須不能只有一個黨派參與 所以這一次連民眾黨也有陳昭姿 但是你看王定宇告訴你說在野黨不出席 導致台灣立委沒有辦法參加早上的內部會議 讓人非常遺憾 但是事實上並不是啊 因為這個陳昭姿有出席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但反正呢他就是也是要展現說 自己就是抗中保台的議員 那可是被人家打臉說 你這根本就是愛說謊嘛 那這跟事實不符 因為他在10點45分之前呢 就已經有抵達會場來參與這個短演講 而且這個參與名單在7月27號就已經確認了 也由立法院的國際事務處 事務處發給各委員辦公室 那部會議根本就不是10點到11點半 非正式成員本來就不能參加那部會議 難道你這個王定宇非會員還想要擅自闖入嗎 所以就是被民眾黨給打臉 那但是這種就是一種抗中自嗨啦 那我們看到這個現在網友在這個threats上面 他們就說有個網路輕鳥行動 就是在這個他們叫做翠啦 這個threats 其實他們就說 現在有這種非律網友的名單 他們統計出來有高達1.9萬人 那這樣的綠色長城呢 他們怎麼樣認定呢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去按讚追蹤卡提諾狂新聞的人 這個可能就是這名單其中的 還有呢不發表挺律的這些帳號呢 也都是算是這1.9萬人 就是他們的這個等於說他們的敵人就對了啦 網路輕鳥的敵人喔 還有呢轉貼非律帳號的貼文的人 連轉貼都不行耶 所以人家講說哇塞這是什麼民主編號1301嗎 還是說這是怎麼樣一個網路綠色恐怖出現了嗎 那你看看喔 詹江春他現在講說要對這個周育寇提告 這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還有煽動犯罪喔 威脅消滅不特定對象 因為在放眼裡面講到說臨日攻擊預告破80萬觀看要挑動兩岸敏感神經 他講說像美國之音啊韓國的SBS這些外媒爭相報導 連韓國網友都講說中國入侵的不是戲劇而是現實台灣必須要清醒喔 所以他說在內文裡面提到不少韓國網友在新聞下留言 只有消滅台灣的親中賣台者台灣才能獲得和平 他說這不是在煽動暴力嗎 這應該是這個煽動犯罪吧 你是在威脅要消滅我們嗎 消滅愛好和平不想打仗的我們 他說你這個七十幾歲老太婆死不足惜喔 真的不要拖累我們年輕人下水 所以現在感覺上面像是這個希特勒的SS輕微隊 反正呢就是要打擊任何反黨反民族 就是全部通通都要貼上敵人的標籤 就是我們這些不主張這個戰爭 然後就是看不慣他們這樣子挑起對立的人 通通都是敵人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好吧 那如果真的要戰爭的話 美國站在你這一邊嘛 結果蘭德公司美國智庫他們的問卷調查 發現呢像是英國 加拿大 日本 澳洲 恐怕是不出拼的唷 他們調查了49位的這些國家的 什麼外交國防的一些官員 還有一些企業高層記者或者是國會議員 他們認為說呢 可能就是幫助台灣在於後勤支援 所以你這樣子感覺好像這個 世界都會來挺台灣 並不是這個樣子喔 真相是怎麼樣呢 美國自己的國會報告出爐 如果說真的跟中方開戰的話 恐怕美國自己的彈藥只夠打30天 啊 這樣子嗎 這個真相真是最殘忍的 我們來問一下詠萍姐 詠萍姐怎麼看 首先我覺得這個所謂的台灣參加這個IPAC 這個組織究竟是民主保護傘 還是戰爭加速器 我覺得民進黨還有 包含現在去參加的民眾黨都要想很清楚 因為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反分裂國家法裡面就有一條 他把外國勢力介入也當成是一個紅線 那你組合了這麼多國家的議員等等的 你會不會被解釋為說是一種政治 外國勢力的干預呢 那事實上我覺得為什麼台灣跟兩岸 很多民進黨的問題都是屬於自嗨型的 因為你自己講得很嗨 你說有全世界233個國家和地區 那請問你們對習近平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你能夠解決中國共產黨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你能解決嗎 如果你真的這個233個國家和地區 你全部都派兵員 全部都到台灣來駐軍 那我就相信你支持台灣是真的 可是相反的是什麼呢 相反的是炒作了這麼多 難得智庫自己的調查 他還不講他美國 他美國拜登總統驕傲的是說 他任內沒有一個美國大兵在國外死人 表示他根本不去用他自己的士兵 介入海外的戰爭 川普跟Vans更確定的講 他們絕對不會派任何的兵 去參加海外的戰爭 那你這種情況下 英國也不派兵介入 日本也不派兵介入 澳洲也不派兵介入 加拿大也不派兵介入 最後就是越多國家的人 詛咒台灣 你們自己去死一死好了 就變成這樣子 那台灣我們要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我們要讓自己挤入這種慘狀嗎 那今天我們台灣為和平還可以做什麼 趕快跟對岸保持一個良好的溝通和對話 來解決他們不要對台灣虎視眈眈 或者軍事壓力這麼大的一個意圖 能夠化解對岸的一個疑慮 我們用中華民族的認同 來解決現在兩岸政治跟各方面思路的爭議 那這種正道你不走 每天在這邊叫做民主保護傘 其實是戰爭加速器 我希望大家要認清現實 好 陳嘉遠之哥 其實以前很少人聽過IPAC 很少人聽過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我們台灣 我們也不是會員國 第二個他以前也不是在我們這邊舉辦 這次非常奇怪 我們不是會員國 結果他跑到我們這邊來舉辦 所以有人講說其實這個應該是有民主基金會 我們有贊助 主要是金主 所以他才會過來 好 那我就問 請問一下IPAC這些國家 你跑到我們台灣來 然後叫我們一起抗衝 奇怪 你如果一起跑到台灣來 跟我們講說我們一定會 給台灣很多資源一起保護台灣 未來如果假設兩萬開戰 我們會怎麼樣跟你們一起同心協力 那我歡迎 沒有 一堆人跑到我們這邊說 抗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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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完中之後他們就走了 剩下我們繼續抗衝 我說我們在幹嘛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會有特別重要 然後結果那個王定宇 還可以把他講說 這個IPAC沒參加就不得了了 都是藍白不加入 所以才參加不了內部會議 結果被打臉 被打臉說不是會員國 根本無法參加內部會議 所以我們上一趴我們不是有講 王定宇為什麼聲量高 第一個他草包 他常常搞不清楚狀況就發言 第二個他愛造謠 他愛造謠 然後這個聲量不是只有這樣 因為你草包講完話 你造謠之後會被打臉 所以他被打臉的時候又一波聲量 所以他的聲量就是這樣子 不斷堆疊起來了 那我就問說王定宇要這種聲量 到底是要幹什麼 上次還在走廊跟你吵架 他就很高興 對不對 所以王定宇就是無止境的創造 這種被打臉的聲量 但我覺得話說回來 就是說我們還是希望說 兩岸還是要和平 政策和平 溝通還是非常重要 你不能只有抗中 然後都沒有交流 就像今天 昨天 昨天那個金門的船的事件 終於畫下休止符了 兩岸我認為都有釋放出一點善意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邊不堅持說 一定是官方對官方 對岸也不堅持說一定要惡意 這就是一個好的模式 這個模式能不能持續 要長久 不要說有了好的模式 然後之後又要在那邊抗中抗中 那就沒完沒了了 對 好 來問董哥 其實這麼多議員 然後到台灣來幹嘛 我告訴你只有一個目的 來打卡 因為他現在全世界都說台灣多危險 中國大陸要怎麼樣 把他比照烏克蘭的基輔 大家看到就這樣 所以來打卡可以跟顯民講說 我跟誰站在一起 我如果在現場是採訪記者 或者我是以為的國位議員的話 我只想問一句 請問在座你們來的時候 你們都是自己出錢嗎 我告訴你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人是自己出錢 絕對是一堆人在養 我跟你保證 我們過去出去採訪 譬如說我跟連戰去採訪 和平之旅 我們從頭到尾都自己出錢 三餐都吃自己 包括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請過你 吃過任何東西 我敢這樣講 對不對 我們就靠自己 但是民進黨不是 所以他為什麼 他用一個這樣的會議 這個其實就是美國眾議院 麥卡錫那時候指派 蓋拉格成立一個 對中的一個委員會 這委員會的那種類似扣大版 然後來 台灣多危險 多少人在支持我們 其實我們就自己 要交其器件告訴自己的國人 全世界都支持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我告訴你 這些國會議員 不管來自任何一個國家 他們的國家跟我們都沒有邦交 他如果真的有本事 這麼積極的話 他應該回去要求他們的政務 馬上跟中華民國建交 要不然都是虛情假意 來這邊花台灣人的錢 糟蹋台灣人 對不對 然後來這邊打卡 然後回去說我到台灣多危險 台灣哪裡有危險 你除非到高雄跟台南才會危險 就那裡淹水 對不對 天坑 是啊 那你今天 這個就是為了一個打卡目的 民進黨為了要告訴大家 哇 你看國際都沒有停我們 這些停我們的 請問捷克的議長都來兩個了 捷克跟我們有邦交嗎 回去他有體驗說我們要見 大家來見邦交嗎 沒有 立陶宛 立陶宛我們給他那麼多錢 結果這兩天賣給我們的黃蘑菇 既然還有輻射夠量 被退回去的 各位朋友 你不要看民進黨這些宣傳都很厲害 但是實際上在全世界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台灣人自己要看很清楚 其實我們現在對台灣來講 最重要的是兩岸的關係 兩岸關係搞好的話 很多事情就好處理了 大家可以看到 金門這個事情露目了以後 下來是不是會更好 看民進黨的處理方式 對 可是民進黨他恐怕沒有好兩天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懈